大家好,歡迎來到The Wave 平台ChromeChang 今天又來到Xperia XF3的充電測試 今天試的是USB PD 第一次過來,而且未看之前測試WCH20無線充電器 以及原裝充電器UCH20的觀眾 可以點選右上角的連結觀看 好了,事不宜遲,開始看看用USB PD 火候的充電速度數據 同樣地因為充電時間比較長 而且實時拍片的需求容量非常之多,所以我就沒有拍了 那我就用了ChargerLab的KT-001作紀錄 以下是使用USB PD充電器的數據 首先講一講基本資訊 電壓是藍色環線,電流是橙色線,綠色是充電曲率 而電壓乘電流等於功率 只想知道Xperia XF3使用USB PD快速充電用了多久的角位 可以跟你說,由0-100%用了兩個半小時 而實際在不同電量的速度,我們可以在圖表上看到 頭三分鐘充電功率最高,大約是12-13W 電量只達到5%,之後在第四分鐘就維持11W左右的功率 去到34分鐘,電量40% 平均每充1%,不需要1分鐘 去到35分鐘的時候 輸入電流應該因為電話電池溫度的原因而開始降低 輸入功率去到10W左右,這段時間只維持了6分鐘 電話電量去到47%,如無意外,0-50% 應該只需要43分鐘左右 41分開始,去到53分,電話電量增加了10% 現在是57%,輸入功率去到8.5W左右 接著再降低多級,去到7W水平,維持了8分鐘 就去到63% 接著算是進入超慢充電的狀態 1小時02分鐘左右就開始輸入5.5W 維持了11分鐘,70%開始 在之後的27分鐘就慢慢由5.5W 落到3.5W 電話電量是84%,落到9V模式最低的3W左右的水平 維持了17分鐘,去到89% 之後充電器切換到5W模式 在充電開始後的2小時,慢慢由90%去到100% 半小時後,2小時30分鐘,電話終於去到100% 完成充電 0-100%的充電僅僅快過WCH20無線充電器幾分鐘 好了,連續3天的充電測試就這麼多 不知道你們認為Sony Mobile 應不應該跟回新的充電器 又或者不限數量,只要預訂就跟機送WCH20 在 comments 留下你的看法 最後,如果你們喜歡這條影片就按個讚 和訂閱我這個頻道去看到更加多的相關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,拜拜!